疫苗预约平台 在这个平台的这个计划案上面 我们其实从6月24号就开始 发含询问我们的卫福部 包含我们的CDC 询问说这个平台 既然都已经现在7月6号是已经上线了 那从6月24号开始 我们就在问说 这个平台到底它的规划文件 它的功能的这些蓝图 以及最重要的是 它的预算到底要花多少 它的来源依据是什么 但是到现在 一直到超过一个月多的时间 我们只等到了我们的卫福部的薛次长 告诉我们说 不好意思我们防疫很忙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回复 我们立法院公文 所以我们只能够靠自己 土法炼钢的来去了解 来去猜测 到底现在目前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所以如果真的如同 我们像刘世芳委员等等说的 一切都合乎我们政府采购法的程序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采购 电子采购网上 公开的这些网站上 都看不到我们的疫苗预约平台 有任何标案相关的资讯 不管是公开招标还是绝标 各位要注意 现在系统是已经建置上线了 所以按理来讲 如果照着正常的采购程序的话 我们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确实也跟这个 从6月24号开始 我们跟卫福部下的所知 那再来呢 我们也跟官帽来进行了一些相关的询问 因为大家知道这一次的这个执行的建置单位是官帽 那官帽回答我们的公文非常的有趣 他有提到说 这个我们以前呢 其实有做过口罩预购系统 口罩预购系统的相关采购程序均依法办理 至于你看这至于疫苗预约系统呢 那我们这个部分因应疫情 紧急建构 所以我们这个相关采购流程会配合机关作业办理 这个机关是谁 这个机关就是我们的卫福部 所以呢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 像政府采购正常的流程到底应该是如何 正常的政府采购流程 我们会包含说 今天呢 他可能先做招标前的准备作业 再来他可能需要上网公告 再来他需要做绝标 绝标完之后 才会进到履约验收跟结案 这是我们一般的采购流程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民众看到 我们的疫苗预约平台 这一个案子的时候 这个系统的建制 目前在我们的政府的这个电子 公开的这个采购网上面 是看不到任何公开公告 叫招标的资讯 同时也没有看到绝标的资讯 所以在这部分 我们非常的担心是说 这一个案子会不会又是一种 所谓的先上车后补票 今天跳过的这些采购的程序 直接给官贸进行建制 那我们来看一下法源依据 因为现在政府就是完全不甩 我们的任何的这个监督 所以我们只好自己想办法来研究 包含像是相关的这些 我们政府采购法 到底他是用哪一个方面来去做的 那这里的话 我们来试图找一下 我们的采购正当法源 首先包含像是传染病防治法第51条 如果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51条的话 其实呢他是说 这个我们讲说传染病有发生的时候 可以紧急专案采购药品跟器材 半年内补齐相关文件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 就是疫苗平台 疫苗预约平台算是药品跟器材吗 很明显不是 如果今天的紧急采购是说 我们今天国际市场上有很多国际认证的疫苗 今天市场上抢的非常激烈 或者是说有呼吸器血氧机这些衣材 大家抢的很激烈 我们都非常认同 我们国人肯定举双手支持 我们政府尽快有限或赶快抢 你后面再做这个采购程序的补强 我想这大家全部都没有问题 全部支持 但是你今天是疫苗预约平台 你今天不是所谓的药品或衣材 所以今天在这个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一条 根本就不适用 再来第二个 如果是政府采购法的第105条的特别采购 105条特别采购的话 其实它有分成两种方式 如果按照说人民生命身体健康财产遭 紧急困难的紧急危难的情况之下 首先机关首长或授权人员 他们必须要去核准 所以按理来讲 如果是要走这一条的话 其实我们的机关首长 他必须要核准有紧急处置的必要 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很有趣的是 我们的政府其实老早就用过这一招了 过去我们在口罩的emask的 这个口罩预购系统上面 其实在这个系统上面 如果你去看他的决标文件 非常有趣 3月12号的时候系统就已经上线了 其实在这更早之前 其实就开始规划 他一直到9月的时候才做绝标 9月9号的时候才做绝标的公告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运用了这个105条 很明显的一个案子 就是口罩预购的平台 但是我这里必须要讲 当时口罩预购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硬要讲说有紧急的必要性 我觉得我可以认同 因为口罩当时确实在这个物资来讲 防疫物资是重要的 好那回到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我们讲说疫苗的预约平台 如果你今天要105条会有什么问题 首先我让大家看一下疫苗预约平台的相关时序图 2月26号的时候苏贞昌院长来到立法院 当时他表示说已经采购到2000万剂的国际疫苗 而且呢在Q2到Q3的时候会陆续到货 这个时间点 其实去年年底 我们去年给疫苗采购预算的时候通过的时候 其实行政院就已经开始经营采购 2月底已经告诉我们 他们采购已经签约完成 Q2Q3会到货 一个正常的行政院 你应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知道 接下来国人会有预约接种的需求 你会有建制平台的需求 到了7月6号上线 其实总共的时间有4个多月 在这4个多月里面 你难道都没有办法完成采购程序吗 你的需求规格文件在哪里 那更不要讲这中间 其实蔡英文总统跟唐凤 其实就已经在开会谈需求等等等 所以我们合理的怀疑说 其实如果你按照105条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它并不符合采购法 105条里面所讲的是紧急危难这件事情 紧急危难防疫疫情是紧急危难没有错 但是紧急的这个太阳 我们觉得它并不符合 你可以去使用105条 跳过这么多采购程序的立法本质跟目的 而且也不符合你的比例原则 再来如果你经过这个第5条的 这个特别采购的这个处理办法 第5条的话你必须要经过机关首长或授权人员核准 你才能使用105条 而且你还要标记说你今天是 把这一般采购程序拿几条去把它 把它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这个 这个特别的这个采购 你可以不要去遵守 你必须要明确的写出来 那我想请教一下 这一次的采购是谁核准的 又是谁决心的 这个文件到底在哪里 再来最后 如果你今天依据特别采购的招标 要绝标处理办法的第7条 今天特别采购的这个机关 你办理绝标的资料 你要公告或定期会送主管机关 而且依据施行细则 你绝标日期30日内要进行公告 这里已经很明显违反这规定 为什么 如果你今天疫苗预约平台上线 从7月6号到现在是28天 28天你30日内要公告 28天还是建制完成到现在28天 你建制不用时间 所以如果30天的话 再加上你的建制日期 我告诉你 你早就应该要绝标文件 你要公告了 如果说你今天按照这样的方式的话 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一件事情 你很明显就是想要 又要走这个口罩预购平台 你又想要先上车候补票 所以呢 我今天在这边 我必须要非常严厉的谴责是 如果今天所有的事情 可以透过因为疫情一个帽子 我们就可以所有的系统开发 都可以跳过采购程序 这是一个非常乱无章法 没有财政纪律的国家 这样子的政府其实是不OK的 更不要讲 今天立法院不是没有在监督 今天我们监督发函 你可以直接用一句情绪勒索的话 说我们防疫很辛苦 请问一下防疫这件事情 是第一线很多人在防疫啊 那我们今天对的疫苗预约平台 其实是资讯处 再来 如果今天我们要的文件 都是现有的文件 刚刚讲说 如果今天是机关首长核准的话 其实在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法院的依据里面 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哦 如果说今天要依据 特别采购的这个办法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来不及 跟厂商签约 你也必须要有书面电报 或传真要有相关协议 而且第二点 如果来不及跟厂商确定契约总价 你也应该要确定 单价跟工作范围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就是 我们真的在做软体开发的产业界 他们真的有 跟政府采购相关的经验 他们就会知道说 如果今天你没有跟厂商 你没有跟你的甲方先把合约签好 会有多大的一个问题 最后我希望的是 我们看到采购法源 除了依据不明以外 我们非常希望了解 现在平台的规划 跟他后续是否会把一些 我们人民 大家民众在用 细苗系统的时候 得一些问题 是否能够如期的来进行改善 或者是一些缺陷的功能能够增加 我们其实看到最近有相当多的新闻 其实都有讲到说 疫苗预约平台问题是相当的多 那这里包含说 今天第二季通知的问题 还有包含有人第一季斯达莫德纳 第二季要预约的时候 可以选别的厂牌 这些都是功能上的缺陷 那再来讲老人长辈 陈时中部长说 今天老人家 他第二季还是要上网去做预约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使用者体验 你的使用者体验如果不好 老人家要上网预约 就必须要靠一些 李林长民政系统的协助 这不是又造成另外一种的接触型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在这次的所有的情况之下 我们不是要去质疑 政府到底是你的预算说要怎么用 我们当然重点是希望能够把这些相关的预算法源 还有包含你的功能规划 这些事情尽快来对立法院做一个报告 你能够回函告诉我们的文件 其实简单来处理就好 又不是说什么一定要你另外再做一个很厚 很详细的报告都没有 结果连这样子你都不愿意做 你根本就是吃了衬托铁的信 就是不想要让国会来做监督 今天花人民的纳粹钱 做一个人民使用疫苗预约的平台 结果竟然不能够让人民名义的代表立法院来做监督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以上